欢迎来到今天的新闻大求真 九九为您带来了美味的年货特辑 新春将至 又到了豚腊肉吃腊肉的高峰期 可是你知道 如何避开低劣的垃圾肉 狂选优质腊肉吗 一擦这个肉就会散掉的感觉 热门年货水果砂糖局 最近被网友爆出染过色 我发现我的手是红颜色的 市面上真的大量存在这种染色产品吗 我们还能不能放心吃砂糖局呢 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吧 科学解传言新闻大求真 大家好 我是球球 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囤年货特辑 先来说说熏腊制品 从广市香肠到无南腊肉 再到东北熏肉 中国的熏腊制品各式各样 尤其在南方地区是过年常备年货之一 这类食品的营养价值如何 怎样才能选到安全可靠的产品呢 请求真记者翻开真相 辣制品是中国民间喜爱的传统美食 过去只要辣月一到 家家家户都会自己做腊肉 不仅能够长时间保存 还能与不同地菜通过不同的烹饪手法 变身为各具丰富的美味佳肴 人类腌制腊肉起初只是为了保存食物 在远古时代 人类得到的每一种食物 都必须在自然保存期内吃掉 在为食物延长保质期的尝试中 人们发现 高盐的食物可以保存数月甚至数年 并开始普及这种做法 而腌制后的肉类 包括脂肪在内的细胞 因为被盐分脱水 吃起来没那么软而油腻 风味独特 到了现在 也就逐渐演变成了一种饮食习足了 如今虽然自制腊肉香肠的人少了 农贸市场和超市的同类产品 却变多了 有些店家更是打出了自制的招牌 不过选择多了 质量水平也无法保障 不法商贩将变质肉垃圾肉 混入其中的新闻也屡见不鲜 近日 岳阳市食药间就成功捣毁一处 死猪肉熏制腊肉制品的地下黑窝点 不法商贩 不但用病死猪肉熏制腊肉 还随意添加非法食品添加剂 在窝点内 大量的猪肉半成品被堆放在了污秽不堪的地板上 在另外一个房间 执法人员还发现了大量正在熏制的腊肉 据作坊老板陈某交代 2014年8月 他便作用这处民房从事腊肉制作 收购的生猪肉价格只有不到3块钱 累积购尽问题猪肉12吨左右 制成腊肉5吨 分别销往了武汉 洛阳和重庆等多个省市 事实上类似这样的新闻每年都在全国各地上演 2016年4月11日 株洲优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联合优线公安局 查出了一家腊质肉品黑作坊 将生蛆的肉加工成腊肉 当场查扣或封存问题肉制品3.6吨 2016年5月27号上午 东莞市食药监局联合大岭山公安部门 成功捣毁 隐藏于某山头荔枝林内 以非法咒类加工窝点 现场发现有来源不明的肉制品原料 半成品 成品腊粥 及工具材料一批 眼见着春节越来越近 正值囤年货的高峰期 消费者该如何选出优质可靠的腊制品呢 这就是仅仅在市场上购买到的五种腊肉了 它们在价格和购买渠道上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从外观和色泽上来看 就可以看出明显的不同 那么您会挑选哪一种腊肉呢 又能不能够辨别出腊肉的好坏呢 我们去问问市民朋友们吧 这种的吧 那个肥瘦搭配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这种吧 这看起来比较有光泽 分绵不出来 跟这个 家里塞出来就是这个颜色 这个好吃 这个包装好了 很显然大家单从腊肉的外观来判断 是很难分辨的 其实五块腊肉中最便宜的只要十多块钱一斤 最贵的则达到了五十元一斤 要想买到放心肉 首先得了解好的腊肉有着怎样的成本 也就是怎样薰制出来的 传统工艺以香西腊肉为代表 将新鲜猪肉切成条块后抹上食盐 配一定比例的金桂 茶壳 橘皮等香料 放入坛子腌制五到七天 当香味和盐渗透肉中就可以取出 靠秋松木慢慢熏制 再熏上五到七天 地道的香西腊肉就制成了 这样古法熏制出来的成品 黄中带红最为优质 机器化生产与传统工艺制作相比 工序上大同小异 只是将肉分割腌制后 改用大烤箱烘干 烟熏 统一包装等步骤 制作成腊肉成品 只要是合格猪肉制作出来的腊肉制品 无论传统现代都有着共同的特性 这种特性是什么呢 杨老师您好 你好 这就是我准备好的五种不同的腊肉 那么我今天也是带到了现场来 请您教大家一起来辨别一下 什么样的腊肉是好腊肉 什么样的腊肉又不好呢 好吗 我们通常来说的话分四个步骤 孙琪从事腌腊肉制品产品研发11年 湖南省肉类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固定成员 参与完成多项腌腊肉制品相关发明专利 第一步 探色则 从色则上面看的话 我们这五个的话 其实这个不是太好的 这不好吗 这颜色也挺亮的呀 感觉也挺漂亮的 首先你看啊 这个颜色有点泛黄 就感觉好像是用过一些添加剂去用过的 好看的不真实 经过一些处理的 第二步 摸肉制 好的腊肉富有弹性 肉身干爽 脊压后痕迹不明显 劣质的腊肉因为没有弹性甚至发黏 手指压过的痕迹明显 摸的话通常就是摸干湿度 好硬啊 这个已经风干了 插的插不动 对 感觉就是真的存放时间很久了 水分都被吹走了 对 然后你摸一下这个 这个也太湿了 对 这个太软了 感觉好像一掐就能插进去 结构都是散的 摸起来 一脸啊 一掐这个肉就被散掉的感觉 对 你看这个你摸一下 这个感觉就会比较软硬适中 然后干湿也比较适中 对 而且插上去好像也是稍稍有一点弹性 那这种是好的吗 对 就是用力插稍稍有一点弹性 第三步切开 观察横切面 看这个切面啊 这个切面就是 让人感觉它的 切面颜色很均匀 对 然后颜色也很一致 看人觉得很漂亮 而且也可以看到这个肉的纹理 这样就应该是比较好的 对 像这个切面就不太好 这个不太好 对 颜色放白 因为首先它 烤的就不是很干 然后有点湿 所以的话 整个的颜色切面 没有那种辣黄的那种颜色 最后闻一闻切开后的味道 这个感觉有一种烟熏味 那种烟的味道 再闻起来好一点啊 还行 下面再闻一下这个啊 这个挺香的 就是闻起来有那种香醇的味道 这几个都可以闻一下 你看闻一下这个 这个感觉味道怪怪的 有一种什么臭臭的味道 那这种臭味能不能够说明 有没有可能是它是用这种硬死猪肉做的呀 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 天哪 那这个还真的得挺小心的 好 那孙老师啊 通过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方法啊 我们最后来最终综合评定一下 你觉得哪块腊肉最好 哪块腊肉最差呢 然后稍微差一点可能是这个 大家都学会了吗 通过看摸切纹四个步骤 就能较为准确的判断 腊肉的好坏了 记住 好的腊肉色色鲜明 瘦肉呈红色且有光泽 脂肪呈透明或乳白色 肉身干爽 紧实 富有弹性 并且具有香气 相反 肉色灰暗无光 脂肪发黄 有霉斑 松软无弹性 甚至带有黏液 散发着酸败味或其他异味 就是变质的次品 另外 由于好的腊肉 在制作原料和工序上烤灸 成本较高 所以往往每一斤的价格 至少比鲜猪肉高出一倍左右 才较为合理 与鲜猪肉价格相近 甚至更低的腊肉 最好谨慎购买 腊制品虽然好吃 但是很多朋友都会担心 它这个亚硝酸盐超标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是来到了一个化验室 我们也请到了一名专业的实验员 和我们一起来为大家解答这个疑惑 我们依旧准备了五种不同的腊肉样品 有的在超市购买 有的自家勋制 通过检测 看看这其中 会不会有亚硝酸盐超标的呢 实验结果显示 每千颗样品腊肉中 一号含有21.1毫克亚硝酸盐 二号含有6.6毫克 三号10.3毫克 四号9毫克 五号5.6毫克 而根据最新的国家规定 每千颗腌辣肉制品中 亚硝酸盐不得超过0.03克 也就是30毫克 五份样品的亚硝酸盐含量 都在合格范围内 只有一号三号较高 另外 这类肉制品中含有适量的亚硝酸盐 也可以抑制肉毒素的产生 避免肉类腐败 但这并不意味着 可以不加控制的吃辣制品 因为辣肉的含盐量较高 100克腊肉就有大于2.1克的盐 超过同等重量猪肉含盐平均量的十几倍 而人体每天摄入三克食盐 就基本达到生理需要量了 长期大量进食腊肉 很容易造成盐分摄入过多 从而加重或导致血压升高或波动 另外 虽然腊肉口感不太油腻 但脂肪含量高达50% 因为腌制导致水分减少 反而使脂肪的相对含量增加了 每100克腊肉含胆固醇123毫克 肥猪肉只有大约100毫克 所以腊肉来说 它是一种高脂肪 高热量 高盐 对于肥胖的 血压高的人群 都是适合的 水果 水果一直处于年货热销榜前五名 在越来越多注重养生的现在 人气更是有增无减 但如今火红是非多 买水果也可能遇到翻新的 引刺冲好的等等陷阱 求真记者帮您练就一双辨别好坏的会演 水果是年货采购的重头戏 像苹果沙汤菊之类的常见水果 老百姓几乎每家地位 可是最近一条朋友圈的传言 却让爱吃沙汤菊的人坏了心情 我就剥了剥 就这么一摸 就变成红色 闻起来的时候 有外味 看到了没 你去的手现在一摸都成红的 在买这种橘子的时候 千万都要摸一摸 事业的女士声称 自己买到了染色沙汤菊 视频中 她的手指接触沙汤菊后 被明显地染红 巧的是 不久之后 另一位网友称 自己拍摄到了一家水果加工厂 疑似给沙汤菊染色 这个里面全是热 加热气肤 松干 放色 那么市场上真能有染色沙汤菊吗 求证记者马上开始调查 又到了这个沙汤菊 大量上市的季节了 到底是不是像传言说的那样 特别红的沙汤菊可能被染色呢 将你做个简单的小试验 让我来擦一擦 看一看 好像并没有被染色 那我来继续用一张白纸来试验一下 这是一张洁白的纸 好像也没有被染色过的痕迹 好像不管我怎么擦的话 沙汤菊都不会掉色 我擦了半天 这个白纸仍然是没有什么变化 求证记者随机来到了 技术水果串卖店和水果汤位前进行测试 都没有发现沙汤菊掉色的情况 但记者也发现 有一些沙汤菊的外皮偏轻 似乎没有完全成熟 商贩告诉求证记者 为了方便 沙汤菊采摘的时候 通常是一棵树一次摘完 由于扯扯度不一样 难免会出现一些青果 青果由于卖像不好 价格通常比红色上的薯果便宜一些 为了得到准确的结果 求证记者随时选取了三份 看上去一笔小红的沙汤菊样本 送往了海大市农夫产品解释中心 对样本外皮进行检测 这三个检测样本的结果都是合格的 染色剂和甜蜜素都没有贴价 结果显示 三个样本都没有检测出色素残留 那么视频中的染色沙汤菊 又是怎么回事呢 朱毅 中国农业大学市民学院果树系教授 冰糖菊是春节期间 赶早饰 这个菊子还没有完全的成熟 这个颜色也不足够的鲜艳 甚至还可能犯的轻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不法商贩为了要卖个好价钱 给冰糖菊打烟子了 把色素比如说苏丹红 菊子红一号二号等等 把它加到溶液当中 让砂糖菊在色素里面洗个澡 捞出来就染上了红红的颜色 这样容易卖个好价钱 专家表示 砂糖菊染色的情况的确有可能存在 但是一般出现在11月初 刚刚上市的时候 这个时候砂糖菊还没有完全成熟 需要通过染色 提高卖向向市场 现在临近春节 砂糖菊已经完全成熟 染色的情况就比较少了 其实码到了染色的砂糖菊 也不用太恐慌 胭脂红等一般的染色剂 不会是弄到水果内污染果肉 不会对人造成毒害 色素呢 它只是养点 并不会改变它里面的味道 只是让它看起来更好看 不会吃起来更好吃 所以它的风味口感 是没有影响和变化的 给这个橘子上色 这个是国家明文禁止的 不管你是用净用物质 或者是用实用色素 这都是不允许的 最后咱们在选购砂糖菊的时候 可以用下面几个简单的办法 躲开染色产品 戴上一张湿纸巾 擦一擦 如果擦出来的样子 感觉就像是口红的颜色 那你就不要买了 看那个砂糖菊的地 地上的那个汁 你可以看的是红色的 那就是可疑的 砂糖菊 橘皮上的那些点 正常应该是像麻子点样的 是发黑的 物理表全部都变成发红的了 那这也很可疑 随着生活水质的提高 进口水果也和国产水果一样 大小水果摊上十分的常见 尽管价格不菲 但是由于传说中 比国产水果更高的营养价值 还是有不少人 对进口水果情有独钟 因为营养好一些嘛 它整体口感的话还是会好 一分钱一分货 贵的肯定好 很多人认为 进口水果口感好 营养价值高 所以愿意花几倍的价钱购买 可是最近有传言说了 有些看似进口的水果 其实是国产血统 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我们又怎么样 才能选到正宗的进口水果呢 这种水果您认识吗 您可能会说 这不就是猕猴桃吗 那您就认错了 它的价格是猕猴桃的四到五倍 它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名字 奇异果 因为奇异果口感会好一些 奇异果会偏甜一点 旁外表没有毛毛吧 它叫法上面有点不一样吧 但是好像国内也有产能 这奇异果呢 最主要的品类 十指有八九 都是在我们中华大地上的 之前呢 有新西南的 就引种了一些 中国的这个品种过去 它们也叫奇异果 我们呢 也叫这个猕猴桃 实际上呢 都是一个主线传下来的 品种也是相同的 其实在不断的这个 血育过程和培育过程当中呢 有可能看上去 外表会有一些差距 现在您明白了吗 奇异果实际上 就是国外的猕猴桃 业内人士告诉求证记者 其实国内很多地方 也不种植所谓的奇异果 奇异果它也是猕猴桃 真正的一个说法 也不是说奇异果 就一定是进口的 我们国厂的很多地方 都产奇异果 旧伦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国家猕猴桃的包装 大有讲究 让人真假难辨 大家好 那在这里啊 有两种奇异果 看上去它们大小啊 外观都非常相似 而且呢 都是英文标签 可是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你就会发现 这个呢 其实是我们新西兰 进口的奇异果 而这种啊 就是我们国产的猕猴桃了 虽然它们看上去差不多 可是价格呢 却相扎几倍 很多人高价买了的 这个奇异果呀 其实就是猕猴桃 那么我们要如何来辨别呢 进口的这个奇异果 上面有条形码的 而且是全英文的标签 而我们国产的这个猕猴桃呢 仔细来看 上面其实是拼音标注哦 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辨别 除了猕猴桃 这种奇异果水果 相信很多人都见到过 没错 就是蛇果 它跟我们常吃的苹果 有何区别呢 水果粉一些呀 然后个儿大一点 长得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这一个蛇果的价格 可以抵得上一斤苹果呢 不过它跟苹果有什么不同呢 我先来尝一个 我觉得这蛇果呀 除了皮儿厚一点 别的跟苹果还真没什么差别 那这蛇果到底是什么来着呢 蛇果呢 也是苹果里面的一类 但是呢 蛇果呢 它的那个形状啊 和我们通常吃的那个苹果呢 会有一点区别 我们苹果是圆圆的 它是圆锥形的 蛇果呢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它都是一种进口蛇果 其实呢 我们国内呢 也有蛇果这个品种的苹果 在生产 业内人士告诉求证记者 现在国内的蛇果种植 也很普遍了 在我们国内 通常这个甘肃的田所 它叫蛇果 它也叫发牛 其实 大家对蛇果这个名称也有误解 蛇果来源是英文 Red Delicious Apple Red是红 Delicious是可口的 Apple就是苹果 其实就是可口的红苹果的意思 而香港人 把Delicious这个单词 直接形容为地理蛇 连起来叫红地理蛇果 最后解称为蛇果 说白了 蛇果就是一种苹果 如果您印象中 蛇果口感比较软的话 那有可能就是国产蛇果 要产自陕西山东东地 国产的这个蛇果呢 口感有点偏面 可能我们经常吃到的呢 都是我们国产自己的蛇果 说是进口的 因此呢我们的感觉 一直就是说蛇果 就是很面的一种水果 马上呢就要过年了 有一种人见人爱的水果 已经上市了 它就是车里子 这车里子加米特别爱吃 虽然那价格有点小贵 不过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这车里子难道都是进口的吗 车里子跟樱桃有什么差别呢 你们车里子都是进口的嘛 樱桃是国产的 车里子大个一点 那个樱桃是小个的 车里子是很多人都爱吃的水果 提到车里子的名字 大家都会认为它是进口水果 事实真是这样吗 樱桃的这个英文叫 樱桃的英语翻译过来的那个英语 就叫做车里子 所以呢车里子和樱桃就是一回事 你会觉得就是进口的这个车里子 有一些品种 我们在国内的一些地方 它也在种 种完了 是不是就分不清楚了 一眼看去呢 确实是能够以假乱真的 所以车里子都是进口的说法 并不准确 不能单纯的凭个头来区分 车里子是一个进口 最好的区分办法还是上市时间 国产的车里子 一般会在三四月份上市 而春年期间 国产车里子是下市的 这个时候市场上的车里子 大多是从咱漫球的这里进口的 可以放心选购 像这个时间段 你会搭档的买车里子 百分之百进口 因为国内现在不差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听起来像是进口的水果 其实也有可能是国产的 比方说像美国红蹄 蹄子 那也是咱们国内也是可以产的 也是可以贴个标签 摇身一变 就也又变成了进口水果 还有一些小香蕉 什么帝王蕉 我们国内也是有的产的 你到这些网站上去收 就会发现这种进口水果的标签 是很容易买到的呀 买来了之后 最后都是最后的那个零售商贩 在自己在网上面贴 此外 对于认为的进口水果营养的看法 专家也并不认同 营养架子呢 用咱们的仪器检测呢 会发现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或者说差别远远的小于它们的价格差别 我认为倒是没有必要去在意 那么一点营养的差别 监管部门呢更应该着眼的就是说 没有标签欺诈的这样的情况存在 专家提醒大家 购买进口水果时 需要理性消费 避免陷入进口水果一定好的误区 什么 大米 这是一个杯子对不对 对 怎么样用一根铅笔 把大量给提起来 就是先把大米都装在这个杯子里 再用那个铅笔的那头 加入大米里头 拌完了之后就能提起来 把米煮熟了 拿一根筷子往米里蘸 然后呢一拔出来就会有很容易 看你这吃货很厉害 把米煮熟就能饭了对不对 但是我们规定的只能是这样的状态 好吧还有没有别的搭 一个一个来试了啊 你先试 把米装到杯子里 来 准备 准备 3 2 1 拿出来 用力 不行 很遗憾失败了对不对 嗯 我们来总结一下 它为什么会失败 把铅笔换一个面 换成的那面插进去 应该能提醒 你来 你来试一下 用扁的这一面插进去 严实了吗 准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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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加油 哎呀 怎么回事呢 尖的这一头不行 反过来这一头也不行 我做了一遍给你们看 仔细观察啊 先用手握着啊 好 好 如果能拔起来的话 给它一点掌声好不好 威力成功啊 3 2 1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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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看出问题的关键 首先用手出一个缝 然后让铅笔进去的 哎 关键就在于我的手对不对 好 你来试一下 你来试 好 你能拔起来 能不能进去 哦 哦 可以可以 哦 筷子提米其实是一个摩擦力的典型实验 实验的关键就是要在杯子里 把米放得足够满 压得足够结实 这样单位提起里面米的颗粒密度 就会比较大 实验操作的关键是 所以 今天的新闻大球 又要结束了 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切产言 都可以在微博上爱的新闻大球真 或者添加新闻大球真的微信平台 与我们进行互动讨论 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求生记者来帮您找到 你